大家好 我是阿May 我是Kiki 今天我們來到荃灣的柴灣角 拍攝我們的平民粮品系列 這個地方其實在荃灣也有些偏的 周圍有很多工業區和工程 其實這裡也有些寫字樓 在那個熟食市場有很多餐廳 有很多人過來這裡吃 大家都在鐵皮屋或帳篷下吃東西 類似大排檔的感覺 大部分都沒有冷氣 所以環境比較差 我們這次就進入一間餐廳 就是叫做聯發福食飯店 那裡有一個超有噱頭的賣點 就是40元的自助午餐 這個價錢已經是沒有定價了 看到這樣的環境 這樣的價錢應該都不會有很大的期望 就算外面專門吃碟頭飯 或者是鯪飯 這些三送 都不止這個價錢 這個位置就比較偏遠 所以價錢才可以做到這麼便宜 其實我們1.3才來的 就是剛剛過了這個吃飯時間 因為我們免得在裡面妨礙別人做生意 所以我們時間比較晚一點 它的營業時間 星期一至六 十點半至兩點半 星期日是不開的 那它好像晚上也有其他食物 但是它這個自助午餐 就是做這個時間 那我們馬上去看看 GO 雖然它外面的環境是類似的 大排多 但是這間店鋪其實是有冷氣位的 就是我們今天在三十幾度 外面真的熱到爆 它起碼是有一個冷氣位給大家選擇 它們的自助餐超過30款送的 價錢就是40元 白飯任裝 泥湯任裝 送任食 聽到這個價錢 其實老實說 我們都不會有很大的期望 就是不會說 山珍海味 大家都應該心裡有數 都不會是 但是40元這個價錢 絕對是 可以說是良心價 起碼是白飯任裝 那些菜是任食的 我們今天的模式會有少許轉 集中是說一些特別好吃 特別不好吃的東西 因為這個系列是平民量品系列 所以我們盡量 蝙蝠會比較短一些 說得簡單一些 蝦湯是松草花雞蝦湯 肉類也有 菜類也有 海鮮類 醃製食物也會有 我們就說一說 它們今天有什麼菜 因為它們都會不定期換了這些菜 那就是 蒸蠔 葉蘿蔔 餡蟹 豆豉涼瓜大腸 椒鹽豬扒 豉脂排骨 炸菇 炸魚仔 瑞士雞翼 紅腸 炸午餐肉 薯仔咖哩雞 南瓜 蒸水蛋 西芹 豐皮魚蛋蘿 雜菜太分絲 蒸魚 鴨掌 炒茄子 梅菜狗肉 鹹酸菜豬肚 腦碎豬 炸菜肉絲 老豆腐 豬肉炒四桂豆 差不多30款左右 第一樣大家一定很想知道 究竟40元這個自助餐 的蒸蠔是怎樣的呢 這款蒸蠔就是它裡面 最不好吃的一件 首先它的尺寸是很小 然後吃進口是有腥味 還有很多沙 我吃了一口真的受不了 這個不好靈 因為都預計之內 其實 旁邊就是放了葉蘿蔔 還有一間菜 大家平常吃的那些涼拌質素 基本上沒有人跟你爭的 因為大家都不太想吃 沒有人看上去 就覺得一般 因為它比較偏腐一點 不算是很新鮮的那類 然後旁邊就是豆豉涼瓜大腸 我沒想到它這麼大 我原本以為是豬肉 然後一看 原來是大腸 但它的大腸是很OK的 還有一些奇怪的味道 而且它咬進去都夠軟 而且都是吃到那種一層一層的感覺 因為其實它很大 甜蟹是肥腸 至於這個涼瓜 真的很苦 我很不習慣吃這些 下一個就是椒鹽豬扒 我們來到的時候 其實已經剩下一些不太美的位置 因為其實我們都過了午餐時間 它都炸得香脆 我們的部位偏油一點 沒什麼特別的 不難吃的 算是這裡幾十歡迎的這個菜 這個就算有些客人單叫 都會叫做椒鹽豬扒飯 豆豉排骨 有些像平時在茶餐廳吃的豆豉排骨 它不會很硬很老的 之後就比較特別的 年輕一點的師傅就說 我們這裡很有名的這個 就是炸菇 我在想 這個是不是炸魷魚 還是什麼 因為它很長 炸菇是很特別的 它是外脆內軟的 隔壁就是炸魚 炸魚就普通通 也不會預計是椒鹽狗套魚 那種類的 那麼滑的 咬骨 比較吃的 之後就有一個瑞士的雞泉翼 可以說是這裡之中 算是很抵食的東西 因為老實說 你外面吃 你起碼要10元一隻 但是這裡是任令 就是你吃多兩隻 可以說是匯本 也是一個正常的炸士雞 也是夠嫩滑的 這個也是抵食之算 它也有紅腸 和暫餐 沒有什麼特別的 接著就是薯仔咬喱雞 這個是挺好吃的 它的咬喱味 比我想像中出 而且它的雞的位置 也是夠滑的 一些港式的咬喱 就是少少甜 少辣那種 在這裡之中 我最喜歡吃的就是 南瓜 好甜 健康得來又好吃 這個蒸水蛋 咬喱有很多汁 都是好吃的 蒸水蛋 冬瓜火腩 來到的時候 比較散一點 火腩就比較硬 就普通 而且我覺得它有些汁 那些菜 就比較偏鹹一點 這個冬瓜火腩 我記得是入口是很鹹的 但是你沒有吃到鳳爪和鴨醬 因為我們自己真的不喜歡吃 但看上去的樣子 賣相都不錯 之後就是豬皮、魚蛋、蘿蔔 咬喱有一點膠質 魚蛋都很大 但是這個就比較淡口味 豬皮就有味 但是蘿蔔有一點苦味 那蒸魚呢 上面是加了很多豆豉 還有還有甜醬油的 有點像媽媽蒸的魚 偏鹹一點 你以為你媽媽會不會看這些 之後就是梅菜溝肉了 整盤都是梅菜 很辛苦 終於找到肉 就不像我們平時吃那種肥豬肉 反而一塊一塊的瘦肉 我的話梅菜溝肉 是一定要吃肥豬肉 就是那種油才好吃 之後就是一個鹹酸菜豬肚 這個好像比較少見 因為這裡的菜 其實它經常都會轉的 我之前看到是會有些鹹焗雞的 那些 今天就補 反而就是這個鹹酸菜豬肚 豬肚吃下去都爽口 還有鹹酸菜的味道不會很酸 很鹹 我覺得這個是剛剛好 那滷水豬肉 咬下去是那種豬肉的卡卡聲 剛剛好 也不會太硬 還有它滷得都挺入味 豬紅就是偏硬一些 折騰的 不算是很漂亮的 另外那個炸菜肉絲 還有老豆腐 它是比較鹹一點的菜 適合拌飯 如果只用這個菜來講 就太鹹了 最後就是豬肉炒絲桂豆 這個也是一般杯的東西 就不特別的 至於它的泥湯 因為大家看到 好像有隻雞 有些松枝花在周圍 好像挺正的 但我覺得它的湯 好像混了水 因為超淡 完全沒有那些雞味 加上4元會有汽水或水 這個飲料是逐個計的 不是無限飲料 這裡的食物 是比較重 微蒸一些 雖然我已經是喝了一支水 所以我已經是喝了一支水 4元一定不限 午餐時間 可能比較多人 它就會一路回饋 但是我們這個 剛剛過了午餐時間 它吃完就沒有了 大家要吃得最多菜 最新鮮的話 就建議午餐時間過來 但是我都相信是很多人 它拿東西的位置 就是比較開放式 這碟就放在下面 那些食物的溫度大部分都是熱辣辣的 除非有些可能只剩下很少很零丁 就無可避免地會冷了 就很簡單做個總結 雖然大家可能聽下去 就會覺得很多都是一般般 普通 但是大家要留意一下 這個價錢是40元 絕對是沒有投訴的 可能有些東西是會濃一點 有些東西是會淡一點 但是起碼是那樣的味道 也都不差的 對於我來說 這個價錢吃到這麼多不同的食物 我已經是覺得沒問題 就是你當是吃了一餐 任食的頹飯 以任食來說 香港人都很久沒有這些 如果你有其他 如果你有其他 你會說 不,我看到其他更便宜 歡迎留言跟我說 對,我們真的會去 這個價錢的環境 都不會很好 都是預計之內 起碼它有冷氣 對我來說 已經是有少許驚喜 有少許驚喜 我們今集就到這裡了 喜歡的話 一定要記得 請訂閱我的頻道 請訂閱我的頻道 在小鈴鐺 看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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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